回到新聞現場來關心最新消息 去年一名徐姓嫌犯帶著一大群的黑銀人 闖進了台北市警局松山分局 大聲叫囂還砸毀電腦 引發了松山之亂 那麼台北地方法院一手 依照了毀損公務罪 判刑六個月得一顆罰金 全案經過上訴 今天二審宣判維持原刑度 判決確定 松山分局下午表示 尊重判決結果 當然是鑒請檢方不要一顆罰金 以維護警方尊嚴